出現的抗壓能力測試不合格 不合格的學生很容易會有情緒病 未必適合壓力大的科目 所以下年可能選不到雙科 但是雙科一直都是他的目標 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去完成這個抗壓課程 我家人和老師都很支持我 那你呢? 你覺得怎樣死才是最好的? 我不會啊 因為我打過給薩瑪莉亞房支支手 真的? 真的 相比起以前 我現在更加開心和快樂 其實抗壓可以很簡單